大家好,最近好几个月没发东西了 因为在忙一些事情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我和朋友一块开了一个充电 然后这个钢就是放在店里的一个小景观吧算是 终于把之前一直想做的东西给实现了出来 这是一个2米的水路排水道 就像我之前有的视频里提到的那样 我现在家里做了个小的做了一次实验 但因为那个水体总量比较小嘛 不是很成功的 但是也证明了如果把水体做大的话是可以行的 就是水路同时养 既能照顾到贪图鱼和杀蟹 以及寄居蟹这种半路上的 也可以照顾到海水鱼让它活的也很好 这次这个钢做好大约是7月份 现在已经运行了两个月了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次钢也用上了潮汐系统 可以把水位落到任何的高度 也可以涨到任意的高度 但是因为这次买的鱼比较大 水位不敢降的太低 所以一会我可以演示一下 把水降到一半的样子 还挺好玩的 把水降到一半之后 潭土鱼会下来找吃的 螃蟹同时也会开始挖洞 现在这个钢总体用了970层的水 主要水都在底钢 底钢做了两个蓄水仓 用来承接上面的水 这个钢从这个角度看还是挺有感觉的 有点从海里看水面那个意思 那因为这个刚刚开的时间也不是太久 整个系统还是有一些不稳定 涨了一些红泥 不过现在已经在消退了 这个视频还是8月份拍的 我接下来放咱9月份的视频 这就是一个落潮的过程 通过一个电子开关来控制 随时都可以让它开始或者结束 整个落潮的部分 大约持续得有将近10分钟吧 这是我做了一个定格拍摄 就这么一个效果 水落的还是挺快的吧 算是 现在就是涨潮的时候了 然后视频没有经过加速 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涨潮速度 看到潭土鱼已经被海水给赶到往路上跑了 之前一直在下面跳来跳去的找吃的 然后那个海水鱼也跑到之前 是陆地的地方来找吃的 然后螃蟹在停潮这段时间里 它向下挖了很深的洞 这个视频就是今天拍的了 所以说你看这些个 红树已经窜牙窜的挺高的了 海马尺的叶子也长了很多 这个钢我感觉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它的包容性特别的强 就是所有你想养的生物 几乎都可以往里面扔进去 海洋生物啊 当然太凶了不可以 然后养珊瑚估计是费点劲 中间有一块坡石上面有一些纽裤珊瑚 但是我看长得不是很好 开的也不是很大 但是像其他超间代的小生物 包括一些平常珊瑚缸里不能养的小鱼儿 都可以扔进来了 而且我感觉应该能活得不错 因为在这里已经观察到了好多 莫名其妙的小生物 我并没有往里放 有时候偶尔也能看得到 并且比我之前的珊瑚缸里要丰富的多 这点确实挺好玩的 更像是在观察一处自然的地方 反正也都是最大自然拙劣的模仿 但是还挺有趣的 今天拍的就这些 然后哪位朋友有什么想看的一些细节 或者说关于底缸是怎么做的 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里告诉我 然后想看什么我再给大家拍吧 好了 再见 拜拜